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先讲一讲政治再聊一聊经济 政治呢我们就谈香港的721游行当中出现的两个现象 经济呢就想来跟大家谈一谈中国的股市 昨天呢跟一个老同学谈了比较多的股市的情况 他大学毕业以后啊主要就是搞投资 那这些年代股市啊赚了不少钱 大家都知道啊 中国的这个股市啊绝大多数股民呢那是赔钱的 我就问这个老同学我说你到底赚钱有没有什么诀窍啊 他说啊有一些赚钱的方法 股市赚钱的方法可以跟大家分享 在分享他的赚钱方法之前 我先跟大家谈一谈香港反送中运动的最新进展 那7月21号呢香港民间人权阵线又发起了一场大游行 一共有43万人参加 那这个大游行呢有两个值得注意的地方 值得大家注意啊 第一点呢就是特区政府他们不仅仅是派出了警察 使用了催泪弹啊来驱散人群 而且呢他们还调动了一批黑社会 都是一些年轻地壮的人啊 很多人身上呢都有纹身啊 而且呢都拿着棍子或者是竹条 那这些人呢就殴打了一些这个游行示威以后回家的市民 从新闻上可以看得到啊 有些市民呢被打得伤痕累累 被这个竹条抽打的这种痕迹啊 这个血痕呢是清晰可见的 雇用黑社会来殴打和平示威的人群 这个是专制政府应对革命的一个惯用手法 二零一年的时候 埃及茉莉花革命当中啊 穆巴拉克政权 他们就雇用了很多的黑社会 去冲击那个解放广场上面的群众啊 埃及黑社会啊还挺有中中特色的 我记得他们呢 当时是骑着骆驼冲击那个广场的啊 专制这个统治者他们使用这种手法 他的主要的目的啊就是恐吓群众 他们认为啊参与游行示威的人 当中总有一部分人呢 是这个老弱妇孺啊 老弱病残 总有一部分呢是爱惜身体的 总有一部分人是害怕挨打的 他们用这种办法呢 就要恐吓这批人减少下一次游行示威的人数 那在国内的很多这个群体性事件当中 那一些地方的这个贪官污吏 也是用这种办法来对付老百姓的 那每个地方都有一批黑社会 他们的主要的收入来源 那就是帮奸商欺负老百姓帮政府维稳 在大型的维权事件和这个游行示威当中啊 要对付黑社会一点都不困难 因为民众在人数上有优势 只要把队伍当中的年轻人组织起来 形成纠察队那就能够轻轻松松的打败驱逐这些黑社会分子那关键是要组织起来要把年轻人组织起来那对付那些和警察勾结的黑社会啊让普普通通的这些游行示威的参与者让他们更有安全感有了安全感那参与的人呢就会越来越多香港抗争的持续的时间呢就会越长 中共现在啊已经是危机四伏了啊 香港人一直这么坚持下去一定会把中共给拖垮 那这次香港的这个游行的第二个特点呢就是他队伍啊游行到了中联办去了 那俗话说冤有头再有主 这次香港人总算是找到了香港民主法治倒退的这个根源所在 特首香港特首那只不过是管家奴才警察就是打手爪牙 那特区香港特区真正的组织真正发号施命的人那是中联办中联办才是香港真正的统治者 从97年以后香港从来就没有实现过所谓的港人治港 一直都是啊中共治港那具体的表现那就是中联办治港 所以说呢香港这次终于找到了抗议的对象了 狗咬了人人不能去跟狗理论要跟狗的主人去理论 那中联办呢就是狗的主人 游行示威呢是一种跟中共理论的办法啊 在香港的历史上几十万人的这种大型的游行示威的这个次数并不多 那今年以前似乎是只出现过两次 一次呢是八九六四之后一次呢是2003年的这个反对23条 但是过去的这一个半月当中啊就出现了五次啊 人数最多的有这个两百多万那最少的呢有二十几万 现在呢这个香港的大型的游行示威啊似乎是已经成了新常态 那有些人散布一种观点说游行示威没用的啊 如果是我问大家一句如果是没用的话 林郑月娥为什么会道歉 如果是没用啊 香港政府为什么会撤销这个送中条例 当然了现在游行示威还没有达到最终的目的 没有促成这个真普选 也没有把中共赶出香港 但是你不能说游行示威没用 他们已经起到了一定程度的作用 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样让这个游行示威起到更大的作用 方法是有的 我在六月八号的这个视频当中就提到了啊 香港人如果向中国大陆的民众进行宣传动员 那就会让中共很害怕 如果是几十万香港人啊 甚至是一百万香港人 大家一起来向大陆啊 发送这个手机短信发送微信 那中共就害怕的要死 在上一次啊 香港这个九龙的示威当中啊 香港人就向大陆的一些游客 做了一些讲解啊 讲解香港人为什么要上街头进行抗议 中共就非常害怕了啊 第二天他就下令这个林郑月娥撤销了送中条例 如果香港人把攻击的力度啊 再提高一点点 直接动员大陆民众一起上街 中共绝对会向香港人妥协 一定会撤销啊 这个示威民众的控罪 甚至有可能让林郑下台 如果香港人一直用坚持用这种办法施压 那中共啊 甚至可能会彻底的让步 让香港实现征朴血 现在呢 香港和中共之间进行的是一场政治战争 香港民众是在弱势的一方啊 要想以弱胜强 那就必须得攻击对方的弱点 打击对方的软肋 那么中共的软肋在哪里呢 那就是在他他在大陆不得民心啊 民怨沸腾民心思变 让大陆各地的各个阶层的老 民怨一起爆发出来 需要有一次强大的这个宣传动员的攻势 香港几十万上百万的民众啊 一起上街一起进行动员 绝对有这个能力 只要把这个能力发挥出来 中共实相的话啊 他们马上就会向香港投降 向香港民众投降 让香港人获得民主自由 如果中共不实相呢 香港民主派每个人 每天向大陆民众发几条手机短信 不出两个月 大陆一定会全民上街 那颜色革命就会爆发 中共就会垮掉 那个时候啊 不仅仅香港会得到自由 整个中国都会变成一个民主国家 现在呢 我们再来聊一聊股市啊 我们先对比一下中美两国股市进来的表现 美国呢是从2008年环球金融危机之后啊 股市就一直在大涨 涨了十年都没停过 从16年11月份川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呢 那就涨得更快了 那光是最近的33个月 道琼斯工业指数啊 就累计涨了超过50% 创新高已经成了时空见惯的事情了啊 在过去十几个交易日呢 就有六天连续创出新高 现在媒体都懒得报道了 太多了 见惯不怪了啊 如果是报纸 每天都要报的话 那不是每天报纸都一样了吗 那谁还看呢 再看一看中国的这个股市 06年07年的时候啊 曾经是有一波牛市的啊 后来呢 从来以后就一直死气沉沉 好不容易等到2015年 股市又回暖了 那年5月份的时候啊 习近平还说啊 这个对媒体说过啊 股市要涨到一万点 结果没说几天 股市就跳水了 而且呢 一跳到底 就像这个煮过的面条一样 股市再也印不起来了 中国的这个股民呢 也就像韭菜一样 被割了一茬又一茬 这个背后的原因呢 我相信大家都明白 股市它本质上 应当是投资人对企业发展的 这个信心的表现 股市就是真实经济状况的 一个数字体现 但是呢 这个中国的股市啊 它从来都是跟 这个真实的经济状况啊 挂不上钩的 它就是权贵用来洗钱 用来收割这个股民财富 用来愚弄老百姓的工具 这个和欧美的这个股市本质上 也是有差别的 即使是在十几年以前 中国刚刚加入世贸的时候啊 飞速发展经济的那个时期 股市也是半死不活的 中石油中石化 还有四大银行 每年都是上千亿的利润 但是股价呢 就是不涨 不知道多少人被套在里面了 一套几十年 只有那些这个上市公司高层 和证监会的人 他们这个吃毒食 他们不跟股民分享这个经济发展的红利 监管城呢 他们和上市公司的这个老板狼狈为奸 应该说他们本身就是红色权贵的这个家族的这个家奴 他们是帮红色权贵操纵股市的人 是帮红色权贵啊 收拔名指名高的人 这种人本身呢 有时候也挺可悲的啊 有用的时候人无人流的啊 没用的时候啊 就跟这个像破布一样 被人扔掉了啊 现在不知道有多少这个证监会的主席啊 上市公司的老板都在坐牢呢 那现在呢 美国开始对中共进行贸易制裁了 中共的这个外贸出口萎缩了 贸易顺差减少了 他批的这个外资企业逃离了 还有民营企业倒闭 企业债务债券呢 现在爆雷了 经济可以说啊 已经离崩溃不远了 俗话说的好啊 潮水要退了 才知道谁没穿底裤 现在潮水还没退完 他们还可以忽悠一阵子啊 还可以说啊 有6.2%的增长率 但是谁信了 谁就会倒霉 农航的这个首席经济学家 向松作在年初的时候做过一个报告 报告啊 说这个啊 体制内的高层经济学家 他们估测根据啊 真实的统计数据估测 2018年的这个经济增长率 最多只有1.6% 还有可能是负增长 在这种经济状况之下 股市要想上涨 那就更加没有可能了 那前些年呢 中共钱包里面还有钱 他们可以人为的这个抬高股市 糊弄老百姓 但是现在美国这个一开始贸易战 他们钱包也别了 那现在呀是有心无力了 要说到这里呢 我就要讲讲我那位老同学 我这位老同学呢 过去啊 他因为这个家族背景的关系啊 常年是跟着这个红色大家族啊 那这些财团 他们玩股票的啊 红色家族一次就可以赚个九位数 十位数的 他呢 打打下手 也可以赚个七位数 八位数 那么近年来呢 这个股市不景气 我就想安慰他几句 没想到啊 他倒是开心的很 说赚的比以前还多 我就很奇怪就问他怎么回事 他就跟我讲啊 那说 有一件事情可以让他赚到钱 他说啊 一般人这个炒股市买股票以后啊 等他涨 涨了之后再卖出去 那这样就有钱赚 我这位老同学呢 他是看到股市跌了 他才会高兴 原来他是专门做空的啊 一个玩法呢 就是融券 那比如说 这个在股价是十块钱的时候 他向这个券商啊 借股票 然后把股票卖了 换成现金 等到股票跌了 跌到九块钱的时候啊 就把这个股票买回来 然后还给券商 他这么一买一卖 就赚到了 每股赚到一块钱 还有另外一个办法呢 就是朝股指期货 不管是户市还是绅市 都有指数啊 股指期货就是买指数 将来的涨跌 买对了方向啊 一个点就可以赚三百块钱 买错了方向 一个点就赔三百块 那么他呢 就是专门买跌的啊 光是五月初 美国加税之后 那个户市大跌 他一下就赚了上千万 我就问他 说你不怕股市 大涨的时候 你把这个本金都赔光了 他这个笑着说啊 他说你看现在国内这种经济状况 工业也不行 出口也不行 消费也不行 而且呢 这个贸易制裁呀 贸易这个战呢 随时都可能失败 那股这个外资都在撤离 这种情况下 股市怎么上得去呢 而且呢 他说啊 我买一手的这个保证金是15万 可以扛500个点 上涨 他说你看看上证指数 怎么可能上涨500个点呢 不要说500点了 就是300点都不可能 我一听呢 也确实是啊 上证指数确实没有任何理由 他能够撑得住500点的上涨 他又说了 炒股指期货 没什么诀窍 就是两点 第一点呢 是保证金 你必须是用闲钱 如果是等米下锅的钱去炒呢 一旦反方向走起来呀 那心里面就慌了 就扛不住了 第二点呢 就是要做长线 不能够啊 你刚下一单 这个刚下了单 马上就想着要跑 那什么意思呢 就打个比方说啊 比如说我是早上 今天早上从北京出发去上海 那路程是1200公里 基本上啊 你就知道晚上9点钟左右 就可以到达了 但是呢 你要是想猜我在某一个时刻 是加速还是减速 或者是在哪一个休息区间啊 要去上厕所 那你就猜不准了 那做股指期货呢 就是买个大趋势 但是千万呢 不能去抓那个小区间的走势 越是明显的 这个牛市或者是熊市 压队方向的该这个概率啊 就越大 牛市你就买涨 熊市你就买空 十有八九都会压队 那相反的 在这个平市的时候 那就不容易压队了啊 像这种明显的 现在这种不可能大涨的时期 那么下单做空 这个涨一点点 你当做是没看见 等到大跌的时候啊 那你就赚大钱了 那我一听这番话呢 今天又去请教了几个 这个国外的 搞证券的人 他们观点都差不多 那现在的这个中国经济趋势 是很明显的 如果大家手上有闲钱的话 可以学学我这个老同学 在熊市当中大赚一笔 大家一起来做空这个股指 做空的人越多 股指就跌得越厉害 股指跌之越厉害 那么股市就越恐慌下跌 中共啊 他可能会掏更多的银子 去拉抬股市 但是这样啊 只能是消耗他们自己的钱贷 一旦是股市崩了 或者是中共的这个钱贷子空了 那么所有的这个维稳的这个刀把子 他都会失灵 没钱了 谁还跟中共继续卖命呢 那二零一五年的时候 肖建华就是在这个权贵的指使下啊 动用了巨额的资金啊 做空这个股指期货造成股灾 我们虽然没他们那么多钱 但是呢 人多啊 大家一人买一手 那十万手就是一百亿的资金做空啊 一百万手呢 就有一千亿的资金做空 股市啊 不跌都难 那从现在起 大家就要告诉你周围的啊 这些亲朋好友大家赶紧做空 每一次做空都是往中共的背上加一根稻草 同时呢 自己又可以赚钱 那将来把中共彻底压垮了 中国变成了民主法治国家 那我们还可以获得各种各样的自由权力 各种各样的社会福利 一举两得 何乐而不为呢 今天就说到这里啊 赞成我观点的朋友请点赞 还没有订阅的朋友请订阅 已经订阅的朋友呢 看看是不是被退定了 被这个中共的红色小编给退定了 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 下一次再见 下一次